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摩达拉手稿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由摩达拉的玛利亚亲属他与约书亚本 约瑟夫的故事后人称为基督耶稣 一个延续了两千年的谎言 终于在时间终结之时得以诉说 正如达芬奇密码所述 摩达拉的玛利亚象征着圣碑 承载了圣碑血脉 他与耶稣的女儿正是圣殿奇事的起源 作为伊西斯神庙的高级入门者 摩达拉的玛利亚在手稿中揭示了神庙最深层的秘密 他与耶稣之间深奥的密宗关系也称谈摧关系 并详细描述了实践神圣关系炼金术的整个过程 这种炼金术帮助耶稣在死后复活 完成他在地球的重要使命 第二部分 由研究内在链金术 内丹术 三十余年的学者汤姆肯勇撰写 他分析了世界各地链金术传统的相似性与差异 并深入探讨了埃及高级链金术 汤姆肯勇认为 结合摩大拉所述的技术 可以增强其他链金术练习的效果 对于那些寻求更深入理解内在链金术 将其作为转化和提升意识手段的读者来说 这份材料毋庸置疑地具有他自身的价值 第三部分 应摩大拉的请求 朱迪塞恩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这是关于每一位女性的故事 也是本书存在的另一个意义 即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偏见 对女性能量的污蔑和滥用 因为在这一充满混乱的过渡时期 急需唤醒人们内在的女性能量重新回归 平衡与提升 请透过您的心灵和理性的思维来阅读这本书 保留对您有价值的内容 剩下的则放下 切勿盲目相惜 通灵 是一种值得怀疑的活动 就个人而言 这个手稿对于我有巨大的挑战 首先 它是通过通灵获得的 而我曾经以为在完成哈索尔材料这本书之后 我已经告别了这种写作方式 对我来说 通灵是一种值得怀疑的活动 它让我想起了 人们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戈地区的水道中投放的渔网 许多人相信摩大拉的玛利亚曾在这个地区登陆 河岸边 许多大型渔网置于河中 偶尔有人操作轿车 将渔网拉出水面 看看捕获了什么 我认为通灵很像这个过程 在我们的心智中存在着各种涌动的潜流 它们携带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些有趣 有些则毫无价值 还有些甚至非常奇怪 有时通灵能够捕捉到毫无疑问 具有价值的东西 但通常它们夹杂在一堆垃圾中 我第一次接触通灵 是在七十年代末 我的一个朋友 碰巧是杜克大学的一位医学研究员 我们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的实验 由于我在心理治疗实践中使用催眠技术 我们决定看看在催眠状态中获取通灵信息 可能会出现什么 在我们的第一个晚上 我们与一个巨大的智慧建立了联系 我们委婉地称之为大家伙 我有一种非常不静的倾向 任何了解我的人都会证明这一点 大家伙以一种气势宏大的风格发言 这是典型的通灵实体或智能体的说话方式 他谈论了可能发生的地球变化 以及宇宙的相互关联性 虽然这些对话的记录引人入省 但我和我的朋友一致认为 其中没有什么真正有实质性的内容 经过大约三个月 每两周一次的会面后 我们放弃了这个实验 作为一名在个人心理学领域 工作多年的心理治疗师 我见过许多有通灵特质的客户 其中一些人对通灵感到非常自在 有些人对此则感到很困扰 比如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 她在过去一年里 每天凌晨三点被唤醒 她会坐着手中拿着笔 匆匆写下来自另一边的信息 她所记录下的内容 谈论了爱的治愈力量 有时他们确实能提供一些好的解决方案 但有时坦率地说 他们说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奇怪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一个人来说奇怪的事情 对另一个人来说 可能是相当合理的 我们用来筛选我们经验的文化过滤器 通常是随意的 并基于继承下来的荒谬观念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我的任务是帮助我的通灵客户 理清他们超于个人的胡言乱语 我故意使用这些词 是因为集体无意识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物 居住在那里的心理实体 就像现实生活中的角色一样 多种多样 这些来自集体的居民中 有些是聪明且善意的 有些则是冒充灵性存有的白痴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业人士 通灵现象都在全世界迅速增长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迹象 表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集体 正在开始接触到我们的心理和灵性上的深度 许多人正在精神层面上经历着危机事件 通过达到巅峰的精神体验 他们的世界观很快而彻底地改变了 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我们将会看到更多这样的心理和精神危机 因为我们集体思想中的心神话 正开始浮出水面 在这个背景下 通灵不过是来自身处的一条信息 但就像我年轻时 在夏季垂掉的池塘一样 那里有些东西并不值得去掉 但它们仍然会浮现在意识的表面 就像一只旧鞋 或一个生锈的啤酒罐 对于任何在面对通灵的人来说 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区分通灵信息是有价值的 还是愚蠢的 是令人振奋的 还是危险的 仅仅因为信息来自另一边 并不应该赋予它 比来自街头陌生人的话 更具有权威性 事实上 当有人递给我一些东西并告诉我 它是通过通灵得到的 我的警惕性就会提高 当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出现在我的门前时 我会寻找逻辑上的不一致 我设置陷阱 如果他们通过这些测试 我更有可能考虑 他们告诉我的内容 但我是最终的评判者 如果他们所说的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就会将其驳回 第一次通灵接触 摩大拉的玛利亚 所以在我对通灵现象极度抵抗的情况下 摩大拉的玛利亚 在瑞士苏黎市的一个晚上出现了 我的伴侣朱迪 让我看看是否能获得 关于摩大拉的任何信息 因为我们不久将要去摩大拉的海滩 据说那是摩大拉 在耶稣受难后登陆的地方 我闭上眼睛 进入轻度催眠状态 立即一个存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并宣称自己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 他开始口述 你现在手中持有的手稿 在多个对话中 他以无可置疑的清晰和紧迫感讲话 每个词都准确无误 在这些对话期间 房间里的氛围充满了电力 现在几个月过去了 当我以批判的眼光 看着这份手稿时 我被几件事震撼到了 首先 我个人非常担心 增加通灵书籍的泛滥 然而 这份材料与我以前所见过的任何信息都不同 做一个研究内在链金术 内单数 三十多年的学者 我一直着迷于世界各地链金术传统的相似性和差异之处 而且我已经将体验各种链金术方法来转化和提升意识 是为个人的追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 摩大拉的玛利亚提供的技术非常 作为一个精神实用主义者 我总是亲身尝试一切 如果有效 我会保留下来继续使用 否则就放弃它 我个人使用过摩大拉描述的技术 它们非常有效 事实上 我可以诚实地说 实践这些技术 增强了我所有其他链金术练习的效果 所有这些 使我得出了一个最终的逻辑结论 对于那些链金术的同道 对于那些寻求更深层次的精神转化体验的人 以及那些渴望神圣关系的人来说 这份材料可能非常有价值 因此我决定公开这份手稿 对我来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我对信息的准确性非常挑剔 但我没有办法验证故事的真实性 由于关于摩大拉的传说有那么多版本 而且发生得如此久远 我怀疑我们永远无法确定 至少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在这些对话中 摩大拉的玛利亚描绘的故事 唤起了我内在深层的情感 部分内容至今仍然如此 然而对我来说 故事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又一个故事 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假的 作为一个坚守逻辑的人 我无法确定这个故事是否真实 这让我感到不安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他分享的方法和洞见是非凡的 因此对我而言 在整理手稿时 我把故事放回了盒里 保留了其中的方法 我希望你们也这样做 请用你自己的心灵和理性的思维 来阅读这本书 保留对你有价值的内容 剩下的则放下 我意识到 这本书在许多圈子中 可能颇具争议性 尽管如此 我依然认为 将这个手稿 公之于众是正确的 即使它只能引发 我们对所设计问题的质疑 我也认为这本书的存在 是有意义的 毕竟 现在是整个基督教世界 这一起对女性能量的 污蔑和滥用的时候 对于那些寻求 更深入理解内在炼金属 做意识转化手段的人来说 我相信这些材料 毋庸置疑地 具有它自身的价值 在重新阅读手稿时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当我以理性和批判的心态 考虑是否要出版时 伊西斯出现在我面前 是的 古埃及女神伊西斯 她要求我尽快完成这本书 作为一个人类 我该怎么办呢 写于帕罗斯岛 希腊纪克拉迪斯群岛 2001年8月 木语柱 密宗关系 弹催关系 是一种基于密宗哲学的伴侣关系 源自古老的东方哲学和实践体系 最初起源于硬度 其核心理念 强调通过身体 心灵和精神的整合 实现更高层次的意识和灵性崛习 在密宗关系中 性不仅仅被视为身体上的享受 而是一种能量交换 有助于激活个体的能量场和宇宙能量之间的联系 从而提升个人的意识状态 这种关系要求参与者在心灵 身体和精神上建立深层的联系 实现完全的和谐 包括深度的沟通 共鸣以及对伴侣深层次的理解与尊重 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深度的合一 促进个人的灵性成长和自我超越 哈索尔人是一群跨维多的存有 在哈索尔材料中 他们提供了关于个人和行星转变的信息 许多网友在询问这本书 目前我只有土耳其语版 沐语计划在摩达拉手稿翻译完成后 连载哈索尔材料 这两本书的内容密切相关 都涉及改变和提升大脑整体功能 探讨更深层次的意识转化技术 因此对哈索尔材料感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摩达拉手稿 延伸阅读 内在炼金术与关系炼金术 充满奇迹力量的人 毒药可以变为美酒 金属可以转化为黄金 这是对神秘的炼金术式的描述 所谓炼金术 一直将普通金属转化为贵金属 如将铅转化为黄金 然而炼金术不止于此 在中世纪欧洲以及古代中国和印度 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炼金术 例如在中国 许多炼金式致力于获得长生不老药 但无论其起源如何 所有炼金术都需三个要素 第一 需转化的物质 第二 容纳炼金反应的容器 第三 带来改变的能量 将恶元转为菩提道 这是佛陀的炼金术 这也是每一个灵魂 终将追寻的内在炼金术 在内在炼金术中 同样遵循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 需转化的物质 是个人心理和精神的杂质 阻碍个人灵性觉醒的心灵元素 第二 容纳炼金反应的容器 即个体的微妙能量体 第三 带来改变的能量 通常是从意识的其他维度 汲取的微妙能量形式 但并非总是如此 在四大炼金术流派 埃及 道教 瑜伽密宗和佛教密宗中 很少提及亲密关系中的炼金术 在作者汤姆肯用的文章 《关系炼金术》中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述和建议 坦白地说 神圣关系并不适合所有人 这种关系要求对自己和伴侣之间 保持绝对的诚实 如果您想尝试神圣关系炼金术 我建议你先做一个评估 你们是否在这段关系中 都感到安全和被欣赏 那么 在神圣关系炼金术中 所需的三个要素是什么 第一 需转化的物质 两人之间习惯性的互动模式 第二 容纳炼金反应的容器 具备安全感和相互欣赏的关系 第三 带来改变的能量 我们的人际关系中 蕴含着大量的能量 通常以个人神经质模式 即从童年时期开始形成的个性 如同锻造而成的心理合金 还有我们所有的希望 恐惧和欲望等形式出现 当我们对自己和对彼此 都保持彻底的诚实时 心理合金就能被改变 然后 一种新的活力进入关系中 以心理真相的能量 作为关系炼金术中的推动力 在相互安全 诚实和欣赏的反应炉中 我们可以锻造出一种全新的自我 这种新的自我 在心理上更为诚实 更有意识 比进入关系铸造场之前更自由 如同凤凰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一般 这个自我生出了翅膀 它可以飞往以前只能想象的地方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汤姆肯勇 一位宝藏籍的作家 和最受尊敬的声音治疗师之一 他精通多种炼金术传统 同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通灵者 肯勇先生 拥有超过20年的心理治疗经验 他通过将催眠和声音治疗结合 于1987年开创了一种加速治疗方法 可以有效地改变人类神经系统 以及行为模式 他将其称为 身体心灵在教育 这种跨维度的大脑开发培训方法 可以通过特殊的意识训练 激发大脑未使用的部分 1983年 他创立了Acoustic Brain Research Inc 致力于研究声音 音乐和语言 对人类神经系统和行为的影响 该公司是心理生学研究领域的先驱 您可以在他们的网站 免费下载 他制作的改善压力 和慢性疼痛的治疗音乐 作为一个 有着20多年经验的通灵者 肯永先生 是独为杜存有哈索尔人 大脚心人 摩大拉的玛利亚的通灵管道 他能调携自己的大脑 到任何频率 并获取到高质量的通灵信息 此外 他对藏传佛教 埃及高级炼金术 道教和印度教等 内在炼金术 内丹术 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并能将其 与相关的现代科学 结合在一起 接下来 沐宇将陆续翻译和解读 肯永先生更多的作品 和研究成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